那個 金華日快樂在這間歸 還有請請大家安安 大家好 我來一國差點燈 所以我特地愛用 就是要用國語還是北京話 請你就是 那不是國語啦 對對對 好 對 他是北京話 我很開心 我是中山大學社會系一年級的學生 那我同時也是基因設立聯合競選辦公室的主任 那我叫做顏銘偉 那今天很高興來到洛杉磯 然後跟各位相親見面 那也來說我這次為什麼要丟書 那以及我在台灣所做的一點事 那我今天的PowerPoint 就是我今天KinoSpeed的主題 就叫蘇K馬芒柏 跟我的台灣想像 那其實我今天 會分三個部分 跟各位相親分享 那其實這三個部分 就是我的台圖還是本土意思的那個啟蒙 也就是說我是怎麼樣變成 或者生成這個台圖意思的這個過程 那第二個部分 就是我在前三個禮拜 拿書丟想出賣台灣的人 拿被出賣台灣丟想出賣台灣的人 那我會 我會講一下就是他的 就我為什麼會丟這本書 那我丟這本書其實不是出自於我個人的仇恨 而是整個台灣社會整個環境氛圍的影響 那第三個部分我會講說 台灣現在政治社會的現狀 以及我們要如何去改變改造這個可能性在哪裡 所以我們這三個部分 其實我今年18歲 然後我的啟蒙是在17歲左右 就是我大概在考大學聯考的時候 那我在考大學聯考的時候 就開始走街頭就是跟陳老師一直在高雄的街頭 那時候我記得是在9月份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發生318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在高雄的街頭 開始綁服帽 然後我之所以會開始走街頭 其實跟我的整個思想的一個深層 有線化關係 就是說 我在學校的時候 在那時候拍攝的以外 我還會去看 那台灣史的書 就是說 就是那個人前瞬看到 就是在讀書館 借那個 就借那個 我丟的那本書 就叫做廢書館來台灣 那那個人其實沒有 然後 然後還有看到很多228的口述歷史 就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前輩們可能 都是親身經歷過的發揮者 經歷過白色恐怖 那我們這一代的台灣的年輕人 只能夠從書籍上 或者從一些家人的口口相關上 都去理解到說 台灣其實發生過 走過了那樣的歷史 那這個歷史到現在 就是那個歷史的真相 還沒有全部被還原 那其實那個嫁害者 那個施暴者 他也還沒有被懲罰 那他還繼續在 停留在台灣的上空 那 我就在那個那段時間 就是在學校指定館就開始辦書 那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看書的人 就是喜歡看 哲學啊 建築啊 然後一些社會科學的東西 那 那個時候就開始慢慢的看書啊 然後 我有參加一個論壇 這個論壇叫做 這是在高雄的一個論壇 他的名字叫南智洛佛斯 那這個論壇很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他其實是一個很高度政治性的一個論壇 就是說他不會去迴逼政治 那他討論的是台灣 當前的根本的社會的問題的真情 那我就在那裡 開始了思想的啟蒙 包括認識一群在高雄 從事整個台灣社會改造的一群人 就希望台灣變得更好的一群人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那中國就接觸到一些轉型正義的問題啊 然後還有台灣整個環境的問題 還有台灣整個都市計劃的問題 還有台灣整個在整個 中國國民黨統治下的一些殖民的問題 還有文化的問題 那 那個時候的思想就開始慢慢起蒙 那這個起蒙過程當中 不斷的激打出來 而造成了那個行動 也就是說我躲上街頭 然後拿起麥克風 然後站在那個宣傳車上 然後開始宣講 然後開始幹掉 所以非常清楚 因為其實在我們年輕一代的台灣年輕人 在幫助上 他是最大的發達 所以我都會上網 那其實我們就是 我在網路上其實會有很多論述 就是跟你說 說是怎麼台灣現在的密著這樣 是怎樣是什麼樣的原因 那我們要如何改造 那就看了超科藍綠 他是一個在網路上的一個網子 那他的 他的寫手就是他的那個密著 都是一群在歐洲留學的 歐洲留學的博士生 那他們針對台灣的問題做分析 針對中國國民黨這個知名的體制做分析 那我也是看很多他們的文章 然後其蒙 然後因為 我覺得改變我最大的部分 是在西伊政經處 也就是說這個那個 陳一喜老師 他對我思想 因為他的專業的部分 是在台灣戰後政治經濟的問題 所以我在這個部分方面 我其實很受到他的啟蒙 就是台灣之所以會變成這樣 之所以會讓馬英九當選 之所以會讓中國國民黨 繼續在整個地方的議會 還是說在整個地方持續壟斷 持續有派遣問題 然後為什麼會有一群軍公教 他們投票的比例都是偏向某一個政黨 也就是中國國民黨 那這個問題是在哪裡 那時候就獲得了解答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開始啟蒙 然後我大概十七歲 我就第一篇 就是我人生的第一篇脫稿 然後我脫稿到自由時報 因為那個時候是在談那個課綱的微調 就是台灣有一些通牌 學者 他想要把台灣的課本 改作是大中國主義的史觀 國民黨史觀的一些問題 那我那時候就 其實覺得 其實剛開始覺得很生氣 那你生氣以後你必須要 把你的俗秀 把你放在公共的討論當中 所以我就寫了一篇文章 然後那篇文章其實 那篇文章在談的就是說 其實 國民黨史上宣傳說 有很多技術官僚 就是他們是一個很大有為政府 然後民黨習主 有很多技術官僚 他們做舞台 可是我那時候就開始慢慢想說 應該不大會 因為 如果他們真的那麼厲害 那他們應該是在中國的這個地方 就能夠 就不會被中共打敗 那他們為什麼來到台灣 就是他們為什麼一盤散沙來到台灣 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就開始 俗課這個問題 也看著 就寫了這個文章 就是當時候其實經濟官僚 他只是國民黨的一個宣傳 那他這個背後其實有 台灣當那個戰獲社會 有美元的一些戰狀的背景 那國民黨不會跟你講這些背景 那國民黨 就是其實有一句話套完 就是說 上帝 不會改變歷史 但是國民黨可以 就是國民黨 他很會串改這個歷史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只要慢慢的去閱讀一些 通常清楚 然後通過一些討論 那其實就會很明顯 然後我那時候就寫了這個文章 然後這個是我大概在九月份的時候 就去就是在街頭反覆帽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 開始反覆帽的人其實很少 就是說那時候 還沒有人要關心這個問題 然後到318的時候 才開始慢慢有這個 大家開始關心的問題 對 然後其實接下來就談 其實我丟書的時候 其實我丟書的時候 根本沒想到會來洛杉磯 真的有演講 所以其實 這很趣 就是說 其實會丟書的這個背景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要談的就是 馬英九在我丟書的前幾天 他接受德國之聲 也就是說 德國媒體的專訪 他說 台灣要跟中國 建進的統一 然後學習東西的統一的模式 那 那個時候其實提到這個消息 其實蠻憤怒的 就是一方面 這不是台灣人 真正的聲音 就是說 我們 台灣大陸軍的人 然後政府說 他是台灣人 但是 他不可以做 中國人 但是 那時候聽到你的聲音 就是說 你做的一個台灣的總統 還是說 你開的一張 就是私自說出自己的聲音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 還有一個很憤怒的點 就是說 他舉例的這個例子 在我讀過的書裡面 是非常錯誤的 他說 其實 東西德的統一 其實他那個背景 馬英九只縮了一點點 就是他只縮了要學習 東西德統一的模式 其實他真正沒有講的是 東西德當時候的那個處境 其實他們是 互相遵守他們的邊界 也就是說 我互不侵犯那個國土 就是東西德的國土 那我也不會出動鼓勵 而且盡量鼓勵 減少那個鼓勵的作為 然後在 然後他們 他們 東西德也互相稱呼他們的國號 他們互相稱呼他們的國號 那他們也不會 他們也遵守聯合國的所有的原則 那這個東西一講完以後 你就發現其實 就是中國跟台灣的嚴重 不是這樣 因為中國其實 對準台灣很多飛彈 那 其實馬英九局的這個例子 在我看來就是一個騙人的 他是非常愚蠻 非常愚蠢的一個例子 那這個時候其實就是非常的憤怒 那 其實馬英九後來他們 馬英九總統府後來又否認了 就說阿姨說那個沒有的啊 但是不管他有沒有說 他所有從2008年就任以來 所有的政策 經濟的政策 包括ENCFA 福貿 然後貨貿 然後接下來的資金局 總統正拿請賀318發生的位 他繼續所有推行的政策 都是有關輕重的政策 那這個作為 他沒有講出來 但他還是實際上在做 所以就足以 讓我 憂書的這件事情 具有正當性 也就是說 那天其實丟書 其實很有趣 就是我參加台灣北社的一個募款餐會 然後那個募款餐會 我就在那裡先躺 其實我那個書已經買好了 就是說我不是因為台灣人買 我的書已經買好了 然後 想說 聽說 阿姨就要來五樓 因為我們在一樓 想說在五樓 他要來這個 他們 有辦一個會議 他要來開場 那 那那天的時候 我就想說 阿 就逃到日本被出賣的台灣 然後 我就想說 欸 可憐 給他來丟被出賣的 出賣台灣的人 然後那天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 我心裡其實不會害他 也就是說 我知道說 我們只要有機會 因為對出 對中國國民黨 還是對馬英九 造成多一些 告訴他 這是台灣人真正的聲音 這是我們台灣年輕人真正的聲音 這是 因為其實在台灣整個318晚以後的氛圍 其實 都是非常懷疑 馬英九跟中國國民黨 所有施行的政策 那那個時候 我就 拿那本書 然後 我就 丟一下馬英九 然後那個時候當然 然後那個時候當然說 因為我也知道 因為我也知道 那個移動 那個作為 可能 那個作為可能會被壓制 然後會被壓制得很慘 但是 我心裡面想的 這個 其實相對於 在白症恐怖時期 的一些反抗者 的那些作為 其實 他會可能被槍斃啊 可能被 施以酷刑 那其實不算什麼 那其實我心裡面也很明白說 這個反抗是必須要付出代價 那 我就丟了那本書 那 其實我也 沒有想過 會引起這麼大的迴響 也就是說 其實 嗯 我這個 因為我把這個看作是一個反抗的行為 因為我這裡上面寫說 這個不是義憤 義憤就是 純粹就是 你很想起的啊 但是 我覺得這是台灣人集體的義憤 比如說整個台灣 整個社會氛圍 年輕人還是 在座的勞人 激情的憤慨 然後集結成的一個反抗 所以我也剛剛說 這是一個反抗的動作 那這個反抗的動作 嗯 後來我開始思考的那個意義 其實 這本被出賣的台灣 其實 他講出 他是1947年就是 他在講1947年 228的世界 那其實 我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我感受到了很大的一個感受就是 其實這本書 他是 承載著 很多 在那個時代 受壓迫的人民 的怒吼 還有叛行 所以 我在丟這本書的時候 我事後回想起來 就是 就是 我開箭的意思就是 其實丟這本書 除了對馬鹽九抗議以外 還有對馬鹽九背後 那個中國國民黨的那個 街頭 的抗議以外 我還希望這本書其實 能夠被更多人閱讀 也就是說 我們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或者越來越多人 因為我丟出了這件事情 而開始去閱讀 這本被出賣的台灣 然後啟蒙 然後啟蒙 因為我覺得 台灣現在的現狀 面臨到很嚴重的問題 那我當然會提這些問題 那我希望 就是我 其實丟出這本書 非常 非常surprise 就是說 我覺得 其實很多人 到最後都跟我分享了 他這個看書的這個心得 有時候我很多的同學 然後很多的朋友 他們都去買那本書 然後跟我講說 看這本書的心得 那我其實 其實我覺得這樣就滿足了 就是說 其實我要達成目的 已經達成 那至於 我在想說至於我丟的那個人 他會不會看 他就不知道 然後這是我丟書的 貼紙計程會 然後 然後 接下來接下來 就說 台灣社會的現狀 就是說 其實在 318一共發生的時候 他阻擋了 那個兩岸服務業 經濟貿易的那個協議 那現在變得怎麼樣 其實不知道 現在到底馬政府還是在繼續推行 還是在 他把這個貿易的這個 政策停滯掉 還是在私立家做什麼 黑箱的事情 我們當然不知道 其實在 後318時期以後 有非常多的團體 然後非常多的聲音出來 那我們在思考的是說 這個社會運動 要怎樣變成一個政治運動 或者說他要 必須轉化成什麼樣的聲音 然後必須要怎樣的方式 才能繼續延續到 2016或者說 甚至延續到後來 那這個後318時期 我們就開始思考 那其實 2016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轉捏點 因為 馬來就是在一年多了嘛 那 2016 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捏點 然後 因為其實 我沒有想 除了很多年輕人出來以外 其實中共這個部分 也開始在部署 其實很多的 我看很多雜誌都會寫到說 其實中共在我們台灣的地方層級 已經有很多的部署 那這個部署是透過收買 透過金錢的收買 透過各種很多聯誼的活動 然後 去到中國 或者做一些雙方的交流 那這些都是 中共在做的統戰部分 那這就是我們的敵人 所以我們的敵人 敵到 中國國民動力 瓦瓦瓦瓦瓦 中共直接買飯 所以其實時間不是站在我們這裡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做一些改變 做一些改造 那 那這個部分就要提到說 靜音撤一 就是靜音撤一 它這個團體是在 兩年前 也就是說它在318之前就 成立的一個團體 那這個團體其實是一個理念先行的團體 就是說 它有三段 就是它有三個理念 它這三個理念同時去 思考 以及解決 它在發問這個問題的過程當中 它就有隱藏一些解決問題的科研情在裡面 這三個理念就是 我們主張主權自主化 就是說我們主權自主化 就是很簡單 就是說台灣就是台灣人的國家 這沒有第二句話 也就是說我們不斷的去 因為這一代的年輕人 可能受阿美在2000年的時候 2000到28年的時候當總統的影響 那它實行了很多本土化的教育 所以我們自然而然生成了 自己是台灣人 然後台灣作為一個國家的一個想望 然後的一個想法 那那個時候 主權自主化就是說 我們不去思考說 呃 台獨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然後 台獨可能會照樣讚讚讚讚 我們開始去思考說 我們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那我們希望台灣變成什麼樣的一個國家 也就是說它在整個各方面 它在外交方面啊 然後它在各個方面的想像是什麼 那我們希望主權自主化就是說 我們宣喊出台灣 就是台灣就是台灣人的國家 那這點其實不用置業 因為其實有很多 其實我們正在年輕人 呃 開始不會去怕喊台獨 因為在3.18運動的最後 我們有一個大廠話幹掉的活動 就是說我們整個 我們開辦一個活動 開始在幹掉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很多人 一上去說 我是來 我叫XXXX 我住在台灣土地 那這個東西其實 我們其實年輕人 開始慢慢不去害怕去搶台獨 但是我們 我們必須去很清楚說 我們對台灣獨立那個想像是什麼 所以我們提出主權自主化 然後再來第二大主張就是政治民主化 也就是說我們其實在這段時間 我們一直喊出一個口話 叫做共民奉兒的台灣的威嚇 對 因為其實台灣是一個 台灣不是一個民主國家 台灣不是一個民主國家 也就是說他在這個 國民黨 他是做一個威權轉型的政黨 他還沒有被清算 也就是說還沒實行轉型正義 我們還沒有要求真相 我們還有黨產的問題 必須去處理 我們還有很多很多問題 很多不公平不正義的問題 必須要注意 所以我們主張就是說 國民黨 在他還沒轉型之前 他是站在台灣民主的對立面 也就是說 國民黨存在了一天 台灣就沒有民主轉型的可能 竟存在 所以我們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年輕人選舉會那麼難選 而連政文 他還會說 他的選舉完以後 會把所有的錢捐出來 所以原因就在這裡 因為 因為我們有一個 威權法西斯採用的政黨 他叫國民黨存在 所以我們主張政治民主化 也就是說 國民都沒有惡德 台灣的維合 然後第三大主張 是社會自由化 也就是說 其實台灣 年紀一代的 念完書 念完大學出來 其實工作只有22K 然後工時又長 然後薪水又不高 那我們希望提出的社會自由化 是希望能夠改善整個台灣的勞動環境 能夠 那個想像其實很根本 就是希望人活得像人 人活得像人 然後人活得更像自己 然後能夠做自己的喜歡的事 而不被生活的工作所捆綁 那我們希望提出這三大主張 然後針對台灣現狀做出改革 做出改變 那這其實 這三大主張 其實對於福茂 也是這樣子的一個想像 比方說福茂其實就是主權的問題 你到底要不要跟中國 做更進一步的經濟的整合 以至於到最後政治的整合 以至於到最後把整個主權交付給中國 那其實福茂也是政治的問題 比方說 國民黨 張慶忠的三個 德帝的 我們三個八個 都會發生 這就是政治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長期在立法院 有過半的國民黨的議員 導致議會的空轉 這不是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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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人的太大 你的人太少 然後才會造成這個問題 那其實福茂也會是社會的問題 因為福茂開放的是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它會使得更多的 它會使得更多可以在兩岸 兼互相移轉的這個企業 或者大型企業 它可以互相的投資 那造福的 不會是全台灣整體的人民 而是那一小撮的 那個企業家 資本家 那其實我們討論的是要討論分配 也就是說我們GTB的成長 它必須要公平的分配到每個人的身上 所以這三大主張 分別其實可以分別去探討很多台灣社會當情的問題 對 然後這就是我們基因特異 基因特異 基因特異 彎底哥 跟新年推出 高雄是四位候選人 然後 新竹是一位候選人 其實我們基因特異在想的 基因特異的基因進特異外 那個說文解釋概想 基因其實就是基本的意思 就是說我們提出三大主張 其實都是很基本的政治理念 也就是說你只要認同 你只要是台灣的公民 或者你頭腦清楚 其實都會認同這個很基本的主張 那我們的主張 然後 敬的意思就是說 基本又進步 也就是說我們主張是相對的去進步了 我們可能比民進黨進步 我們可能比台人進步 那我們的主張就是定毛在這裡 就是說我們希望 我們年輕人去喊出這些聲音 我們年輕人去把 我們所有對台灣政治想像 都在這個地方宣喊出來 然後實際想去做 這就是激進的來源 然後徹底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們希望就是說 重塑 重塑台灣的整個政治的價值 也就是說台灣的政治價值 在國民黨長期的統治底下 變得非常混亂 那民進黨慢慢的也進入了 這個國民黨這個政治的邏輯裡面 那我們年輕一代的出來 我們其實 我們堅持的會比民進黨 我們會比民進黨更愛台灣 我們會比民進黨更本土 我們會比民進黨更想要為台灣做一點事情 就是我們希望真正為台灣做一點事情 我們也會去批發民進黨 就是我們知道我們自己該做什麼事 我們應該為台灣做出怎樣的事 然後我們年輕人可以做什麼事 然後我們就站在那裡 然後大聲去宣喊出我們要的東西 那我們的立場是什麼 我們堅持台灣的土力 我們堅持轉型正義 我們堅持整個公平社會正義的東西 我們就站在那裡宣喊 所以我們推出的四位候選人 他們其實每天都會在高雄的街頭 新竹的街頭 然後不斷的去宣講 不斷的去發傳單 早上可能發傳單 那下午的時候去菜市場 去黃昏市場宣講 然後他們在晚上的時候 也在各個街口宣講 那我們行宣講的東西就是我剛剛講的三大主張 那我們希望能夠透過 你問我們會不會當選 其實我們不知道 我們努力去做 那我們 我們假設如果不當選 那其實我們在這個宣喊裡面 然後有很多人 有很多的人 他們不斷的被啟蒙 然後他們不斷的接受了我們這個想法 那我覺得我們的目的就達到了 那當然我們也是希望能夠當選 因為我們真的很期待進入台灣的政治 做一些實際的改造 對 那這是我們年輕人的一個夢想 然後這個是我們在 這個是我們在高雄 聯合競選總部的一個成立大會 那其實 我們的意向是許多扛起 比如說我們希望能夠扛起台灣 政治與社會的那個所有的問題 所有崩壞的現狀 我們希望能夠扛起 那我們也希望扛起所有前輩們所做的努力 而不要讓整個中國國民黨 還是讓那個既得利益者 還是讓統治的權貴 一頂一滴的消滅掉 所以我們選擇扛起 那我們下面還有一句 說接下來就是我們的事 也就是說 我們知道年輕人開始發揮決心 然後有些事情必須 年輕人開始出來集結起來 一起去做改變 然後這是我們四位候選人 在高雄國二支持戰衆的運動 對 然後這是那個 因為在我們總部有辦一場 跟蔡廷慧教授的座談 那蔡廷慧教授也 剛從美國回來就來我們總部 那跟我們候選人拍照 然後這是我們推出的四位候選人 這個是在齊金古山沿程的劉哲宇 那他本身是雅基石 那他把這個工作停下來 然後投入齊武沿的選舉當中 那我們把我們的 我們其實候選人都有聯合的政見 也就是聯合的九大政見 那九大政見以外 還要針對高雄在地的 那個區域的政見 做出一些更氣勢 然後更屬於在地的一些政見的提出 對 然後再來是陳漢 陳漢他是 陳漢他是一個律師 那他剛受訓完律訓 就是律訓完 律訓完 他原本就可以去當職業律師 那他把這個工作提下來 那他投入鳳山區的選舉 那他對鳳山也提出一些鳳山的在地的政策 然後接下來是若寬 若寬他是 是投入左營男子的選舉當中 那他其實是一個交織女的一個老師 那他投入他也有 中游必須如其前場的一些在地的政策 然後再來是信玉 信玉他是 信玉他是 信玉他是醫生 那他今年26歲 那他投入的是前鎮小港的選舉當中 那其實他其實從 其實我們這四位候選人都是 在318運動的時候 我們透過理念的宣傳 然後一起集結起來 然後開始做出改變 那其實我跟信玉很特別 就是我們在高雄那時候318 後來我們出關過種的時候 我們去黃昭順的競選總部前面開 也就是說 他其實我們 其實每個人都是從318運動當中 不斷的走過來 那我們希望思考就是說 其實台灣已經從318運動的社會運動 走到政治運動 也就是說 我們希望期待的是一個政治實際上的改革 所以我們選擇投入這個運動 那其實政治運動 比我們想像來的還要困難 因為我們沒有 因為我們不是玩裝腳啊 派氣啊 不是玩金錢那一套 我們靠的就是理想 我們靠的就是熱情 我們靠的就是在街頭上 不斷的去宣講的理念 所以我們 真的下去做人 那真的做人下去 我們希望可以達到我們的目標 然後就是 四位候選人他們在高雄 集中跑台拍的照片 其實每個候選人 其實我想要介紹基因撤衣 是想要回應 台灣建國 就是獨立於 中華民國 ROC的這個殖民體制 而建立一個新的台灣國 其實這真的是 我身邊很多年輕人 那我不斷去影響的人 這真的是我們 這真的是我的 一個夢想 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 只要有這個夢想 我們都去想說 這是一個夢想 那我們該怎麼去達到 那我們達到又希望說 我們建立了台灣國 是怎樣一個國家 在那裡的人是活得像什麼樣子 那在那裡面當中 我們的政治 我們的民主 我們的環境 又會是什麼樣子 那其實 我們基金撤衣 或者說各個團體 我們其實非常投入的就是說 我們希望投入這個選舉的改造 因為我們知道說 我們在這次的選舉 改造當中 我們如果當選 就代表說 有一群 有理念的 有價值的 他可以被信仰 他可以被相信 那這對2016其實是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2016是台灣非常關鍵的一年 也就是說 其實2016的總統大選 那不知道 到最後的市局的發展會是如何 但是至少 如果我們大選的話 會有一群年輕人 他們會有薪水 然後來能夠從事台灣政治的專業的 專職的政治工作者 那我們希望的就是說 在全台各地 在2016以前 我們可以在全台各地 進行政治選講 就是說 不斷的去說 我們的三大主張 然後不斷的去說 台灣現狀的問題 然後不斷的去啟蒙 那些還沒有被啟蒙的人 那我們希望 在2016以前 能夠集結成一股力量 那個力量足以撼動那個 台灣保守的結構 能夠足以撼動那個 被國民黨前置的這個結構 那所以 其實 其實我每天都在想 台灣獨一建國 那天會變得怎麼樣 但是 我們在想過的當中 我們必須很實際的 去做出一些行動 那我想說 我每天都 因為我是金特異的聯合協議 的辦公室主任 所以 我每天在做這一點 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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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 一腳步一走下去 我覺得就是在為台灣 獨立建國的這個道路上 然後再敷一一點 小小的鑽 對 而我要出現 你回去 之後